因果探测未来,权重 再次相遇,当烟之春和因果将若雪重逢时 白羊也终于说出了,陪伴了他两年之久的恐惧 刚刚我和老孙聊了一下 我怀疑白羊日后会脱离生效,变成更高等级的存在 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啊,你个臭不要脸的 怎,怎么了 好啊你,我就说我这几年怎么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头晕 你拿着我的因果探测什么未来 这个项目本来就已经很大很费心了 你是不是要累死我呀 我 我告诉你啊姓燕的,这也就是你 换成别人,我早跑了 那个,这件事确实是我不对 我没想到这一层,对不起 对不起个头,这样吧 你过来亲我一下,这事就算了 行,那你还是继续生气吧 好好好,不跟你闹了 不过话说回来 我都没想到你居然会这样使用因果 果然聪明人和随性的人会将回想使出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呀 要是这回想是你 估计会更惊天动地 这个回想如果真是我的 恐怕我会永远执着于什么才是最理性的因果 根本达不到你的高度 野兽,话又说回来 你这不是已经探测出来了吗 还需要我帮你出什么主意吗 我只是想不通 白羊以后如果不是生效了 它会是什么 这有什么想不通的 你把这地方的各种人罗列一下不就得了 罗列吗 对啊,除了生效之外 剩下的可能就是蝼蚁 原住民 神兽 参与者了 是啊 白羊的变化 无非这几种了 蝼蚁和原住民不能交流或者思考 所以老孙不会和他们有交情 也就是说白羊以后有可能会成为神兽或者参与者 是的 这才合理 我果然不是个聪明人 刚才被瞬间袭来的变故冲得大脑空白 现在冷静下来之后果然思路清晰了很多 这样想想 确实是这样 白羊很有可能会成为神兽 因为他说过 他要成为人类之外的什么东西 这样想来以后的他肯定会往神兽的方向发展 总不会是个参与者吧 什么 他不做人了吗 这是什么奇怪的报复 这是他自己说的 当时他说 真是个厉害的角色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怎么就没有过这种思路 怎么 你也觉得他很厉害吗 是啊 就好像这世上所有人都在想着该怎么赚钱 但他却直接抢劫了银行 呃 这个例子举得不太对 反正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你想去见见白羊吗 带我见白羊吗 合适吗 你这个社恐 居然开始组局社交了吗 什么社交局 因为白羊之前跟我说过一个很高深的话题 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帮他解决的 但总感觉差点什么 高深的话题吗 你和白羊还能探讨出多么高深的话题呀 宇宙的起源吗 呃 倒是没有那么高深 他问我什么是爱情 但若雪你知道的 我 你母胎单身 你母胎单身 是这样的 老天 你俩真的没事吗 两个母胎单身的人 偏偏还有这么聪明的脑子 却非要在一起探讨什么叫爱情 这脑子用在别的地方不好吗 呃 我 毕竟白羊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这也算是他第一次请教我 虽然我没谈过 但好歹看过一些剧的 可他怎么会忽然问这个 他对你有意思吗 说实话 我完全感受不到他对我有意思 我在他眼中 可能只是一条聪明的狗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是关于催眠的 等等 爱情 催眠 和一个强大的动机 不太妙 知春 你上次和他说这件事是什么时候 差不多 有两年了吧 两年 这可有点麻烦了 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 快带我去找他 可以是可以 但是到底麻烦在哪 我担心你跟他之前探讨 所讲述的爱情太过于完美 这世上太完美的东西 都是不成立的 有血迹 死过人 可人机游戏也会死人吗 是他吗 是 不过好像怪怪的 感觉像是睡着了 可是睁着眼 能睡着吗 哈喽 这是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你好 你睡着了吗 喂 洛雪真的很大胆 若是我遇到这种情况 肯定知难而退了 谁 原来白羊上班 叫了半天也不答应 我还以为白羊不上班呢 幸好 你刚才说了什么 我 我说我以为你不上班 上班吗 说什么上班 听起来也太苦 我每天在这里自由出入 这里和我家没什么区别 哦 那我重新说 原来白羊在家呀 叫了半天也没人答应 我还以为不在家呢 洛雪真的是第一次见到白羊吗 第一次见面 就能够和孤僻少颜的白羊 谈笑风生了 我可是花了好几个月啊 有意思 你这种没话找话说的人 不多见 是吗 你这种站在原地发呆的人 也很少见呢 有事吗 为什么下午来找我 我 我该怎么说 我难道要说 我是带江洛雪来帮你重新解释 什么叫爱情的吗 这 怎么说的出口 喂 白羊 我是来教你本事的 教我本事吗 怎么 我看起来不能教你嘛 倒也不是 只不过很少有人这样和我讲过话 听起来有点新奇 我和知春可不一样 只要有一件事我比你强 那我就愿意虚心教你 那得看我愿不愿意虚心学了 你有什么本事 你谈过恋爱吗 我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之前知春和你讲了讲什么是爱情 我怕他说的太片面了 所以想再给你补充两句 已经不需要了 不需要了吗 我来晚了吗 来晚了吗 没看出来你也是个聪明人 聪明人算不上 我只是个随性的人 你确定不需要我的帮助了吗 知春跟你描述的爱情恐怕太过完美了 那种东西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是吗 真正在一起的两个人 真正在一起的两个人日子久了之后 并不会万事顺遂 你们可能会因为各种小事而摩擦 比如说吃完饭谁刷碗 比如说晚上应该几点钟睡觉 甚至谁冲左边睡谁冲右边睡 都有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你们甚至会因为这些小事大吵一架然后分手 不重要 什么 我说不重要 你能记得这些不好的事都是风中效应在作祟 风中效应吗 这是说人们通常只能记得一件事当中顶峰的情绪状态和结束时的情绪状态 如果这两个状态都是愉悦的 人们就会认为这整个过程都是愉悦的 理论我听不懂 举个例子 很多店家都用这个原理 比如你去买衣服 导购园会在你挑选衣服的时候夸你身材好 皮肤白 负账时在告诉你有优惠活动给你打个折 这样一来开始和结束都是愉快的 你就会认为整个买衣服过程都是愉快的 你也会下意识忽略店里的很多毛病 进而给其他人说 这是一家不错的店 还好有翻译 风中效应我明白了 可我能记住这些事情和风中效应有什么关系 若我没猜错的话 你能记得这些争吵的场景是因为你分手了 什么 因为风和钟都是不快乐 所以你才会认为爱情是不完美的 唉 我只知道喜欢就在一起 累了就转身离开 和你们这些聪明人聊天 真是费劲 不费劲 我可以将爱情用理论知识复刻 我虽然不懂爱情 但也可以利用风中效应来模拟真正的爱情 只要这段感情不分手 我就会一直记得正向的回忆 也会一直认为对方 是完美的 这 结论有点太过荒唐了 白杨正在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创造一段荒唐 无暇且完美的感情 白杨 你可能不知道 我降生的地点很远 来找你一趟并不容易 你确定吗 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帮我 这是我的因果 因为我很重视植春 而他又很重视你 所以他的因果成了我的因果 有意思啊 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确实有件事需要你帮忙 那你说来听听 你耳朵靠过来 我告诉你 等一下 有什么事情是植春不能听的 我不是怕燕植春听见 而是怕 其他的人 其他的人吗 谁 你们都过来吧 如果有解决办法的话 就帮我想想 什么样的情形 会让白杨的眼神露出了一丝恐惧 很难开口吗 不 不是很难开口 而是太过离奇 做过离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